哇,天上都是热气球 现在是2024年7月4号的早餐七点半 我们早早的起来来参加美国一年一度最为热闹的一个节日 国庆节 今天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停好了 然后要徒步进入到活动的区域 大家都已经在这摆好 这都是待会儿准备看游行的 他们可能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或者昨天晚上就已经放着东西在占地方 所以这就是一场大型的露营party吧 你看美国人搞这种活动 大家所有人都是拿个椅子坐在这里看 走了半天了 所看到的大家就都是坐在路边等着 然后目前也没有什么别的活动 游行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开始 然后后面就是来了一个 UVU的大学的游行车吧 所以我很好奇 一待会儿的游行到底是有多么的隆重 让大家这么早早的起来 坐在路边就开始等着 那他们在发糖 在给路边的人发糖果 所以这应该是这些小孩愿意早早的起来 坐在路边等着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哈哈 所以抢到糖果的小孩都很开心 这边还有一个游行跳舞的 这也是什么机构什么单位 不知道什么什么嗨 啊这也是UVU的吗 Provo I'm trying to Provo 我现在终于走到这条大街上了 沿着这条街一直往上 应该就是起点了 但是我现在距离起点还挺远的 这是BYU的一个车 作为一所本地的大学 他们应该是最受欢迎的 他们的目前的欢呼声也是最高的 而且他们是这个篮球队的 他们丢的是一些手环还有糖果 这应该是学校啦啦队的 我现在到了昨天这个夜市这边 这里应该是人最多的地方 就是跟我们说今天可能会有30万人来参加 但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30万人的话也就不会人人有座了 但是10万人应该是有的 这边就都是李山城万山城的了 这是消防车的游行 我本来还以为今天会很拥挤呢 因为我的想象中是那种 炸多少人挤人的那种游行 就我现在看来也很好 确实是办了200多年了 这个松弛感还是有的 确实发达国家搞这种赶大机 确实是跟发展中国家 有挺大的不同的 这是警察部队的巡邮 现在天上还有飞机飞过 还有地上是这些骑警 在这边表演摩托车 这是军队的一个游行 军队代表 大家记得站起来观看 以示尊敬 这是一个什么爱尔兰风情乐队吗 都穿着爱尔兰裙子 都穿着爱尔兰裙子 然后吹着爱尔兰的笛子 乐器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马车 这是一只马队的游行 这个还挺酷的 都是高头大猛 这会儿就开始是连着的游行队伍不断的经过了 之前都是隔一会儿一个隔一会儿一个 现在就是正式的大游行开始了 这是一些老兵的队伍吧 应该都是二战时期的车军车 这些马车的可以啊 脚步这么的骑整 这是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 一堆人顶着的游行 然后看到这面国旗过来 周边的人也都起立来观看了 这是一个旗啊吗 还是什么 从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来的 队伍还挺旁的 这里来了一辆Cyber Truck的游行车 这个还挺时尚的 我现在正在往回走 快要走到水岩他们坐的地方了 也就是说快要到这个游行线路的终点了 然后我一共是往那边走了 大概有一英里多 但是还没有走到头 我不知道他这个全长一共有多长 然后我这一路上没有看到太多就是卖东西的小贩什么的 有一些人可能在家门口摆一些摊在卖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小孩推着车卖水什么的 但是没有特别多 这个还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我以为会有很多人抱着水啊或者吃的呀 就是说在路边沿途的叫卖 但是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 所以大家大部分人都只是享受这个游行 都只是在路边坐着来这个感受这个节日的氛围 这辆Zipper Truck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沿途大家都在欢呼 哈哈 终于回来了 这碗开始越来越热了 哈哈 这碗开始越来越热了 哈哈 来了一辆坦克 这也是一个感觉好像挺老实的一个坦克吧 这好像是目前最庞大的一个队伍了 现在我也可以坐在这里 像美国人一样感受这个游行的氛围了 感受美国的热闹了 哈哈 还可以扇着中国的扇子 哈哈 这是一个在华盛顿雕像的一个车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人扮演华盛顿 哈哈 这是厉害的车 也是旁边的一个市 他们是附近的每一个市都会有一个队伍来参加游行 然后整个犹他今天只有普罗佛有这个游行 所以其他地方也都到这边来参加 哈哈 又来了这边老爷车 应该都是1930年的车 这是1931年的 又来了几辆军车 这是不同类型的固队吗 这是一个推着车卖东西的 ice cream 又来了一辆吃水车 刚才就有一辆 然后他们车上都拿着水枪 然后路边有人向他们招摩 他们就会给你吃一锅水 他这几个小孩也拿着这个风水符 给他们对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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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还是最开心的一天 来一辆欧罗姆的车 这是我们最常去的旁边的城市 这是欧罗姆火车站 train station结束了 最后面收尾的就是这两位警察 这四位骑警 两个骑摩托车 两个骑行车 然后这就是告诉大家要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所以现在大家也开始有序撤离了 全程大概持续了两个小时